他說這些管制措施以前都是未成人設計的 沒有考量到兒童的特殊的需求 跟他的脆弱性 那當然在那個之前 我們也可以了解 兒童染疫的情況非常非常之少 那恩恩小朋友可以說是很不幸的是第一例 是重症 而且後來就很快的引發了死亡的一個特別的案例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修正之前 他的那個規範的用語有欠明確 而且不符合行政程序法裡面規範的說 法治國的要求 同時也應該要按照聯合國的這個指引 來維護兒童的權利跟健康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中央的部分 其實可以看看出來他的規範 跟消防署的規範也不一樣 消防署比較有注意到 緊急醫療照顧的一個精神 所以他遇到特殊的情況 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他可以要求他立刻要送醫 然後來急救 這個上線去登陸 那有沒有好好的去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 會服務郭一直說 他其實對於這個緊急避難外出他們不乏 可是我們看著那個通聯電話的紀錄來看的話 他始終只是只是交恩恩爸爸說 你趕快要跟119說明清楚啊 狀況很緊急啊很危險啊 然後要拜託他們趕快來出車來救啊 他並沒有跟他說 你可以自行去就醫 所以這個裡面 家屬都做到了 但是我們的中央或者地方的單位 都沒有教他們說 你緊急的話 你趕快自己去就醫 並沒有 知道 所以1922他們有發揮這個功能 哇 那個太厲害 這樣一次下來 哇 一次確認就花了一分多鐘 然後就連續六次 那其實我們有問了說 欸 別的地方會這樣嗎 人家不會這樣 他的派遣系統是應該可以 可以呈現法案個資啊 然後把資料置頂啊 然後 每次這個案件一輸入 哇 這個名字 然後馬上就跳出來 所以這個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個量一再重複學問個資 行政效能是不著 確實應該檢討點上 所以這個也是問題大 但是這個 因為西北市政府這邊一直 以各種理由啊 說啊 有射擊隱私啊 或者是什麼的公務商啊 或者是 有別人 非關相關的事件的 這個聲音或者是資訊 所以他就沒有激功 那這裡面我們覺得說 其實他是當事人也是利害關係的 他當然有權力 有資格去要求 政府機關提供 按照資訊公開法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 他這裡面不符合明確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實際上也缺乏正當性 同時他也應該要很詳細的 用書面來序明他的理由 為什麼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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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